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新闻速递,我是淳子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的主要要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二在白宫就召开了记者会 公布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绕过国会式加强枪械的管制 过去多宗的枪击案遇难者的家人也在场进行旁听 奥巴马发言时提到枪击案的死难者一度是感触落泪 奥巴马就指出,新措施并非要禁止民众持有枪械 相信可以在符合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情况之下 减少枪械暴力事件 他就承认今次行政命令不能杜绝枪击案 但可以减少死于枪击案的人数 新措施就针对目前法律的漏洞 包括所有售卖枪械的人必须领取牌照 和对顾客是进行背景的审查 否则会面临刑事起诉 社会就担心政府将加强机械的管制 刺激枪械的销售 令上个月出售的枪械数量上升至近20年的新高 更有枪械制造商的股价因此是急升超过一倍 德国科隆市中心除夕夜市发生了大规模的性侵案 约有90名的女性是举报受性侵犯和被抢劫 约有400名的示威者星期二晚上在事发地点 科隆大教堂外市进行示威 高教反对性暴力的口号 有示威者就表示事件不能接受 也有参加示威的女性表示 科隆经常有女性是遭到性侵犯 必须是表明反对立场 警方就指出在除夕的晚上 大批相信是来自于阿拉伯或者是北非 年龄是介乎18至35岁的男性 性侵犯或者是打劫了约为90名的女性 当局指最少有一名女性是被强奸 而德国总理默克尔就关注事件 认为要尽快地将罪犯是绳之以法 科隆市场也对事件是表示震惊 但认为案件与当地的难民无关 并指当局将会加强相关的措施 来防止类似情况 于下月举行的嘉年华中是再次的发生 英国首相卡梅伦日前就表示 在最迟明年底举行的英国 是否留在欧盟的公投时 不会强逼内阁成员支持英国留在欧盟的立场 卡梅伦在英国国会表示 他希望在下月的欧盟峰会 与欧盟成员就移民福利 和在货币单一市场保护英国权益等等的问题 是达成协议 并认为协议有机会是最终达成 不过执政保守党内 有不少的疑欧派人士 分析就指出 如果卡梅伦强制阁员支持英国留在欧盟 将有多人辞职 所以卡梅伦就决定 容许阁员宣传英国脱离欧盟的相关主张 欧洲难民潮是继续的持续 一艘由土耳其西岸前往希腊 莱斯沃斯岛的橡皮艇 在穿越爱琴海时翻成 最少有34人死亡 包括多名的小童 有居民就表示 该艘橡皮艇是撞到了礁石 很多人尝试游回岸边时被禁死 土耳其海岸的防卫队救起了8人 又在水中以及岸边是找到了多具的遗体 包括小童 他们全部都穿上救生衣 当局就相信 这批难民是来自于叙利亚 伊拉克以及阿尔及利亚 联合国就估计 去年有过百万名的难民是经过爱琴海前往欧洲 3700多人是葬生大海或者是失踪 外交部长王毅与到访英国外相夏文达是进行了会面 王毅就表示中英要重点的探讨一带一路 和英方基建升级改造计划的对接 长江经济带和英格兰北方经济中心 合作对接等等的问题 进一步的释放了两国的合作潜力 实现互利共赢 王毅又表示 双方要进一步的加强国际合作 继续密切的留意 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沟通以及协调 新华社就引述了夏文达表示 英方重视中方一带一路的倡议 英国也将积极的参加 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的相关工作 关注完了要闻 再来关注一下经济板块的消息 首先来看一下港股今早的开盘情况 格外美股市窄幅的靠稳 港股两日错3%之后 恒指今早仍是低开46点 报在21142点 国际指数低开56点 报在9166点 开始之后恒指曾经跌77点 低见21110点 之后在内地股市的向好之下 恒指是一度的转升 曾升10点 见21199点 截至9点54分为止 报在21124点 跌64点 而国际指数是跑输大势 报在9155点 跌67点 蓝车股方面是个别发展 腾讯低开1.2% 报在145.7 中移动昨日是受到固压 错2% 今早回升 报在83.5 升0.7% 新世界发展 你一家近26% 私有化新世界中国 新世界低开0.1% 而新中大幅的高开两成 报在7.46 有分析就指出 人民币的汇率 无大幅贬值的风险 中国证券就引爆了消息人士 指出 由于中美经济基本面 以及所处的货币政策周期性的差异性 人民币对美元仍然是存在一定的贬值压力 货币当局就退出了日常干预 促成由市场力量主导的这一轮汇率调整 但人民币对美元的合理调整 并不妨碍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而种种的迹象就显示 货币当局对人民币贬值容忍度上升 使人民币贬值压力是得以一定的释放 不过有业内人士就认为 当人民币汇率在单一方向上波动 超出正常范围 仍然随时面临当局的干预 但整体而言 人民币汇率是并无大幅贬值的相关风险 财新中国12月的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降至50.2 11月份为51.2 为2014年7月以来的17个月低位 同时也是2005年11月开始该项调查以来的第二低水平 财新综合12月的综合 PMI按月式下降了1.1个百分点至49.4 在服务业的PMI当中 12月的新订单指数按月下降0.5个百分点至50.6 创下三个月的低位 收费价格指数也在50下方是进一步的萎缩 按月降0.3个百分点 投入价格指数虽然是有所回落 但依然处在50上方的扩张区域 财新智库首席经济学家何凡就表示 服务业方面是面临了种种的约束 政府需要足心的开放管制 才能够释放供给侧改革的潜力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并帮助工业转型升级 12月经营预期指数进一步的下滑 远低于历史的平均水平 不过12月服务业就业指数就有小幅的上升 让市场略感宽慰 受访业者称 这主要是和正在推进公司扩张的计划 是有所关系 市场就关注内地股市 或受到本周五大股东减持禁令受到影响 上海证券报就报道 呼声两市已有29家的上市公司 是发布公告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 或者是延长限售承诺 报道就指出 承诺不减持的公司大多是民营企业 中小版以及创业版所占的公司是达到80% 另外其中承诺一年不减持的公司有9家 未来6个月不减持有16家 另外4家就承诺期限在6个月至1年 而至于减持方式 有近38%的公司大股东是承诺不通过二级市场进行减持 报道同时指出 有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则公告新的增持计划 也就是变相承诺不减持 中国证监会去年7月初为了稳定市场推出了减持禁令 要求6个月内的上市公司大股东 以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董事等 不得通过二级市场是减持公司股份 有关限制将于本周五十到期 中正监昨日就表示正在研究完善规范减持股份的规定 并将于近日内室公布详情 新世界发展与新世界中国发出了联合公告表示 新世界发展再次提出了私有化新中 两支股份近日是恢复买卖 新世界发展提出每股私有化的座价为7.8港元 较新中停牌前溢价25.6% 以收购新中所有已发行股份 并注销新中所有尚未行使的股权 而购股权邀约的价 是乎各股份的相关新中股权 也就是行使价而定 而购股权邀约价介乎于 每份新中股权的2.38至5.35元之间 若新中购股权于截止日前 是获得全面的行使以及股份邀约 或全面的接纳 座价将会为214.5亿元 新世界发展在2014年曾经是提出私有化新中计划 但最终被否决 当时提出的每股私有化座价就为6.8元 关注完了所有的药文 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天气情况 现实香港的气温大约维持在21摄氏度左右 大约的天晴 好了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新闻速递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会